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老资格的金国英雄 伤亡五丁的王后 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位批仙持锐的女将军 富豪好姓 古英子 童子姓 就在这座陵墓之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随葬品 其中有青铜器468件 玉器755件 古器564件 数量巨大 宠类丰富 是目前唯一能够确定时间和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 这次的发现 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悠久的历史中 被时间掩埋的女政治家 军事家 领导者 君当如磐石 妾当如蒲草 富系社会中 这句诗应该是大多数女性的心理写照 然而 这位富豪 却把自己活成了一株参天大树 矗立于丈夫身侧 共募风雨 在出土的一万片甲骨文记载中 仅关于他的记载就多达二百片 在这些记载之中 围绕他的不仅是商王的荣宠 更是齐耀眼的战功和卓越的政治才能 历史上从来不乏优秀的女性英雄 他们在政治 文学 军事 外交等方面 都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而这位生活在奴隶社会里 名为好的女英雄 却在各方面都为以后的女性们开了先河 一 政治地位高富豪 好卫星 富为亲属称卫 所以都称他为富豪 武丁一生有六十多个妻子 其中有三个是正式的法定配偶 而富豪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武丁的第一任妻子 他身份高贵 是王公贵族之女 而富可能就是他所出生的子国 左传中说 国之大事 再次与荣 在商朝人眼里 除了祭祀和打仗 其他的事 实在算不上什么国家头等大事 不问苍生问鬼神 是殷商时期 人们的一个显著特点 他们对上天与鬼神 充满了敬畏与崇拜之情 所以一言不合就占卜 小到生病求医 娶媳妇生孩子 大到国家大事 杀伐功成 占卜官作为可以与神明沟通的天选之人 不但要地位高 还要学识好 而当时商王武丁 经常让富豪主持 非常重要的祭祀活动并诵读纪文 这充分说明富豪有较高的文学素养 而且当时的地位也很高 不辞中既在富豪经常参与政务 而且武丁对富豪非常信任 经常派遣富豪外出办事 包括慰问老人 抓捕奴隶等 某种意义上讲 富豪不仅是武丁的妻子 他还是下属 他拥有自己的封地与 奴隶 财产 在自己的封地之上 他拥有自己的部队 经济独立 并连连给武丁进贡 他曾向商朝进贡 武师建占卜用的硅甲 说明他的领地还是非常富有的 即便历史在不断进步 此类现象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 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 战功赫赫 伤亡武丁执政期间 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扩张战争 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 而富豪作为带兵打仗的将军 为武丁的统治立下了汉马功劳 甲骨文记载 有一年边境发生了战争 富豪自告奋勇前去打仗 武丁犹豫不决 直到占卜之后才同意 结果富豪大胜而归 从此之后 乌丁便十分信任富豪 每次战争都会让他担任统帅 新四部 登富豪三千 登屡万 呼拔枪 这次对枪的战争是甲骨文记载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此次战争中 武丁将商王朝一万三千余人 商朝一半以上的兵力交给了富豪 可见对其信任于重视程度 这场战争的大获全盛使商界除了变换 扩大了疆域 将他的统治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而以现代考古学家的观点 富豪生活的时代 这个号称武丁盛世的商朝黄金时代 更是满足入侵中原的高峰期 中原大帝的北方 有着土方枪方等各色强敌 特别是土方 更是发动了多次疯狂的进攻 但是在武丁时代之后 这个强敌却在伪健于始料 确切说 就是被富豪率领的商军男儿们彻底击败 就在这个中华文明的拓荒年代里 身为女子的富豪 慷慨站在烽火连天的前线 浴血打赢了一次次 关乎国家民族生存的大战 他保护了华夏文明的星星之火 不被外敌熄灭 使中华文明传承至今 从这个意义上说 富豪不愧而我们文明和民族的拯救者 在富豪目中 除了发现大量兵器之外 还发现了许多女性装饰品 比如骨刻刀 铜镜 骨鸡 玛瑙珠等 这也充分说明 这位人们口中的女英雄 并非只支舞刀弄墙 而是爱武装也爱红装 三 夫妻情深作为武丁的下属与政治伙伴 富豪每每都能让武丁刮目相看 作为武丁的妻子 富豪也担任着为其繁衍下一代的责任 因为夫妻二人在各个方面都知同道合 所以感情十分不错 据记载 每当富豪凯旋而归 武丁总会出城迎接 为了尽快见到妻子 有一次竟然一直迎出了八十多公里 堪称模范丈夫的典范 而美美他们相遇之后 总会远远将其部署手下抛下 二人高兴地互相追逐时辰 嘻嘻玩闹 然而不幸的是 富豪在三十三岁就去世了 武丁非常伤心 便将他葬在自己的宫室旁 后来每逢国家有战争 武丁都要率领着孙大臣 为富豪举行大规模的祭礼 希望他能够保佑自己凯旋而归 武丁或许觉得自己的力量 并没有强大到可以保护富豪 在阴间不被欺负 于是曾经三次 为富豪举办明婚 将他的魂魄先后许配给了三位仙商王 分别是武丁的六世祖族仪 十一世祖太甲 十三世祖成汤 这种在现代人无法理解 被绝荒唐的行为 背后可能隐藏着最无法消除的执念 武丁心中希望富豪 可以在这些强大的祖先的庇护之下 方魂安宁 不被其他打扰 七五 富豪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但在政治方面有所建树 更因此得到了丈夫的欣赏与爱意 他生活在遥远的奴隶社会 比之现代 思想落后 然而他却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后来的我们 什么才叫真正的独立 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守护者 以意义之力守护自己的一方领土 我相信仍然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女英雄 身在没有被探索发现的年代 他们被时间长河掩埋 但仍然值得我们敬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发来